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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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談完了 疫情要來談談跳電 我們經常說貨不擔心 這兩天事情那麼多 又是本土案例飆升 又是大跳電 特別是昨天下午的大跳電 據說消防隊忙翻了 很多人關在電梯裡 甚至有阿伯說我沒辦法 八老腿 消防員還把他按起來 所以真的非常辛苦 五一三大停電的原因出爐了 竟然是人為物處設備開關 造成了四百萬戶大停電 現在比較擔心的 如果從財經的層面來看 比較擔心的是南科 因為南科在大跳電的事件之下 確實做了降壓 而損失多少呢 現在廠商沒有人告訴我們數字 日月光說還在估計中 陳彥 菁姐我昨天晚上走路回家的時候 我心裡面很忐忑 為什麼沿路都沒有燈 而且紅綠燈都沒有在作用 都是警察在指揮 可是昨天晚上不是八點半以後 就有燈了嗎 我回家的時間比較早 因為昨天我沒有來錄 不可能吧 你不是回家都CII 沒有我都很早 你講的是某其他的日子 不太一樣 但重點是什麼 就是沿路都沒有燈之外 你知道路上真的是消防車 救護車的聲音此起彼落 那時候真的有一種 末日世界的感覺 但我覺得我們仔細來看 今天所有大家會覺得在南科 主要的那幾個電子公司 比如說像台積電 旺宏這些 其實說真的 早盤的價格還不錯 早盤的價格還不錯 因為好像跳電 沒有真正的影響到 因為台積電也說還好 但中場過後還想出現壓力 但是奇怪 你看旺宏 友達這些中場過後 還是下山 因為大家擔心說跳電的問題 會不會對實際的產能 還是有些損失跟影響 因為我們還沒看到損失的 估計的數字 但是太陽能股明顯的衝上來 你看像達能 直接拉一個到漲停 聯合再生也上來 漲了7點多% 可是你仔細看 並不是所有都鎖到漲停 其實這裡面還是有些隱憂 為什麼 因為獲利的狀況不是很理想 但是大家認為未來綠能 會不會大幅度的發展 但是要說回來 這一次的跳電 我一直在看 到底是人為的舒適 他說不小心誤觸 你都這麼傻 你找電廠的人都這麼傻 傻的都會去誤觸 好 然後這一停 有多少電不見了 220萬千瓦不見 那你不是說沒有缺電嗎 為什麼這220萬一沒有 你就要停電 五個小時 昨天我媽我看她煮菜是 有電了 趕煮 沒電了 停 有電 趕煮 這樣搞了四五個小時 才把那一桌飯吃完 我昨天吃得特別感動 是這樣 但我講 所以你昨天有回家吃晚餐 有有有 我每天都回家吃晚餐 真的真的 我很孝順的 我很孝順的 不用強調 不用強調 重點在哪裡 實際上有備員的電 其實台電它有備員的電 367萬千瓦 那你少220萬 是不是還是夠 原因很簡單 到底有沒有缺電 我講一個數字 其實台電他們在估說 今年最高峰 大概一天就3500萬千瓦 結果昨天 3670萬千瓦 馬上少了167萬 你有備 你不是備了360幾萬 太樂觀了 既然 五月他就稅修 他說因為七月用電高峰 所以我有些機具 我去稅修一下 你去稅修幹嘛 好 而且還有一個 最近缺水的關係 水力發電也不夠 少了80萬 好 結果太陽能也太樂觀 然後風力也太樂觀 反正就一堆樂觀加起來 都不夠 就出現了 所以台灣到底有沒有缺電危機 這是個謎 雖然政府都告訴我 沒有沒有沒有 台灣不缺電 但真的不缺電 所以太陽能股 包括UPS概念股 在今天表現很強勁 對 那基本上 我們去看這一次 實際上所有 因為 族科也好 中科也好 其實都是停電 南科是跳電的 照道理講 我們的這些科技廠 應該會受影響 但是我們仔細看了一下 台電 台積電說沒有沒有沒有 鴻海沒有 他本來就沒在這個區 有大人說沒有 更有趣的事情是 大家看到停電 然後群創的廠房在冒煙 嚇到趕快打電話 群創說不要這麼樣子 我們在啟動我們的不斷電系統 所以會冒一點煙 這是OK的 那這整個裡面 只有日月光的高雄廠 有受到一些影響 其實這裡面 不是 只有他承認 有受到一些影響 那其他是說沒有 但OK 我還是相信他們講的 不過現在有評估了 應該是多多少少有 只是他們不願意提供數字 所以有一些錯誤的數字 說至少損失15億 那到底損失多少 我們不知道 會不會有真實的數字出來 但我們來看歷史經驗 過去東芝曾經跳電 十三分鐘 十三分鐘可以影響到多大的產能 基本上我們講 十三分鐘應該是要護一身 因為這十三分鐘 我們就覺得說 你會影響有多大 很簡單 兩個廠停工五天 三個廠停工一個月 總共損失金額高達接近 350億日元 為什麼 因為他一季的產能有一半不見 一季有一半不見 而且大家要知道 東芝的記憶體是供應全球三分之一的量 所以其實去 這個是2019年的事情 我們在2017年有沒有停電過 有沒有斷電過 有整個損失給足科影響20個廠商 1.2億 然後在更早以前2004年的時候 當時影響300多家廠商 損失將近15億 所以斷電這個事情可不可以發生 真的不行 你知道張忠謀曾經講過 一分鐘都不能停 為什麼他要講一分鐘都不能停 因為只要停一分鐘 它的產線就必須停三天 這損失超過80億 所以你看剛才東芝13分鐘的話 照台積電這個數字算下去 不得了 所以台積電其實很早就做了 UPS不斷電系統 什麼意思 消風填骨 我用電量少的時候 我多的電我把它存起來 當我要用電的時候我就可以用 這樣子幫他省下1.3億度的電 而且更重要的事情是 我們每次都在講UV UV 大家不知道這一台機器有多耗電 一天要用掉3萬度的電 吃點怪獸 很可怕 所以整個台積電 基本上一年要用掉5% 全台灣5%的電 相當於300萬個家庭 一年的用電量 所以台積電做了一件事情 非常非常的厲害 就是我們在講 如何去降溫這件事 叫人工智慧的冰水的這個控制系統 這個控制系統 節省了它的效能 幫它省了1.8億度的電 等於是950萬顆素 我這樣講就簡單 就很省電 冰水降溫很省電 很省電 等於是950萬顆素的一年 這個碳量 這樣的擔憂之下 太陽能夠走多久 基本上 我就舉兩檔股票來看一下就好了 我們就看達能 因為今天它真的鎖到漲停 大家會覺得說很強 那我們看一下達能 你在看達能的線圖的時候 你會發現實際上這個土 並不是很好看 我們再把它說說說 導播幫我說一下說一下 我們看到更多的線圖 你會發現實際上 這一波台積在大漲 它其實都一直沒有跟上 只有在一開始前面的時候 好像我們就說要用愛發電那時候 我覺得現在要用更多的愛 一定要給它更多的愛 這個電才發得起來 所以在這邊是有指紋的跡象 但是我認為不適合因為虧損 另外一個 就是它的營運是虧損的 但是聯合再生 我覺得反而在這個政策 的趨勢之下 我覺得反而會比較有機會 所以你看好聯合再生 我覺得長期的思維 我覺得大家可以去觀察 聯合再生 因為它真的切入到電場的部分 但是我要問 跳電會不會只是單一事件 會不會只是偶發事件 而這些太陽能 會是短線的反應嗎 還是缺電會是長線的問題 這些族群有機會往上 不管是太陽能還是UPS 所以到底是短線反彈 還是具有波段的機會 認為有波段機會給我圈 認為短線反彈給我擦清 舉判 好 認為只是單一事件 短線反彈的是 大部分 只有一票 只有誠言一票認為 是有波段機會 其他都說 這就是消息片的短線反彈